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你之前有个上肢受伤的外伤死 有个外伤死之后突然出现了手腕抬不起来 手指也伸不直了 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要高度的怀疑你有劳神经的损伤 如果我们也排除其他的疾病 比如说我近期手腕背侧的这些 比如伸手腕伸胳膊的这些肌肉劳损 我排除这个了之后 那么我们首先要考虑有劳神经损伤的风险 然后神经的这个损伤呢 叫我 我们下怎么知道 我们下期待的时间 还有某点 反正的时间 我们下期待就开始看